很破人水 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都一无四处 也不是这样 我只是告诉你 你做什么事情 不要以为一定会成功 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失败是成功之母 如果你一来就以为 你一定成功 你就没有失败的观念 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就败到一却不整 很多时候做生意也好 都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对不对 所以我总是要告诉大家 我所经历过的 的这些行业 价德是 看到我太太做这个 学校pending的这些小贩 我们 常常跟人家谈话 谈到说 目前的这些小贩的 生活 我告诉你 真的很糟糕啦 你什么都要企业化 你能不能让 这些小贩中心的小贩 能够 喘一口气好吗 你要企业化 就在企业在那个 food court里面 比较先进的 那些小贩中心 我没话说 因为既然你已经装修的这么漂亮 像Amority Mall 好像 Marsaline Mall 你那个Mall的那些地方 你要进行企业管理 我没话说 对那些旧的小贩中心 好不好 就给他们 喘一口气 不要太多的改革 让他们把心思放在 如何的保持 食品的卫生 如何的保持 汤味的干净 如何的保持 烹饪的水准 如何的保持 他们每天 发大财 赚钱 心情也好 因为赚到钱 卖的也开心 你看那些小贩 有些没有生意的 我就看到一些咖啡店的小贩 那个不是小贩中心 那个印度人 卖那个 那个印度罗加 他起初是卖 Loti Prata跟 Migolin 然后又加这个 加那个 那边都没有印度人吃 也没有马来人 看到胜利 一定是顶不过的 吃了之后 也是有点担心 不懂他 那个Loti Prata的 那些咖啡 到底是不是 卖不完 明天又放在雪柜里面 明天又出来煮多一次 最近他更厉害 他经常加卖 那个罗加 那个印度的罗加 哇 我看他放那些 那些罗加的东西 在上面的时候 我每天走过 每天看 都感觉说 好像都卖不出 因为我没 就在我工作旁边的那个咖啡店 每一次去吃 当然我没有吃印度人的 我没有吃他的 胖味 因为我发现他的食物 真的是每天摆在那边 你知道吗 每天摆在那边 但是是食物来的 不是玩具 等于是玩具 不要紧 你怎么敢去拿呢 你怎么敢去吃呢 生意不容易 但是那个印度先生 真的是有旅败旅战 旅战旅败的那种精神 他一个食物不够了 他就加到另外一个食物 另外一个食物加不够了 就想加到另外一种食物 他以为说 总有一种食物 人家总会买来吃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你卖那个罗价更糟糕 人家更加担心 因为你的罗价都没有卖得出 所以 哎呀 那我曾经也看过一个印度人 他很聪明 他早上只卖罗迪伯达 但是他的罗迪伯达 哇 多姿多彩 Emerity Mall也有一个卖罗迪伯达的 只卖罗迪伯达 真的Emerity Mall很好生意的 他罗迪伯达 OK啦 中规中矩 他的咖喱其实不是很够利啦 他的那个菜的咖喱 不大喜欢吃 但是羊肉的咖喱 也不是很浓 但是他的罗迪伯达是很不错 很大片 但是他多吃多彩 有放姜椒啦 放猪鼓利啦 放芝士啦 什么都做 他就专心卖那个 结果做得很好 当然还加一些 好像有加一些罗迪伯达 还有加一个那个 那个罗迪伯达做 做跟牛 羊肉不是 印度人不吃牛肉 羊肉在一起的那个比达大片的 柳迪伯达 神仁很好 专心做一个 做得好 现在有些摊位 你看 我们华人的摊位 什么都卖 有没有搞错 你以为你是谁 你开个面汤 你又卖羊豆腐 你又卖馄饨面 你又卖叉烧面 你又卖什么莫名其妙 甚至 我觉得 我也能够同情他们 你卖这么多样 希望每一样有人光顾你 你就能够让人家有多的选择 但是你却没有想到 你卖这么多样 你没有专业的卖 如果有一个人专业的卖 馄饨面 人家就会去吃他的馄饨 馄饨面的馄饨是很重要的 那个肉要有馅料 那个馅料本身 那个肉本身要有 还要放 能够放一些什么 那些 什么 好像咸鱼这样的 那个柴鱼的吗 或者是放一些那个 那个这种 马蹄 人家有那个咬劲 吃起来就好吃 如果你 你馄饨面还 馄饨面的馄饨 还可以放一点点的虾肉 哇那就是 那就是bonus了 你会让人家觉得 回来 很多人很奇怪的 你做小贩 你的食物 真的 吃辣本钱很高 但是有时你不可以 什么都没有的 好像你吃鸡饭 你知道吗 我曾经在后港六条市 当年 当年很久 我吃这个 鸡饭 白斩鸡 它的鸡汤 它的汤 汤料 竟然是放 咸菜跟豆芽的 它咸菜豆芽 放了之后 哇太好吃了 真的是哦 受不了了 哎呀那个电话一直响了 等一下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告诉打电话的人 不要再找我 莫名其妙哎呀 不好意思哦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知道谁打来了 等一下哦 我告诉他我在直播啦 哎呦 有什么事吗 有没有什么紧要事找我 我讲到哪里去 我都忘记了 不过直播有点好处了 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 你们也能 有 有 哎呦 你差现在 竟然给我一个 我说我在直播 我在直播 我说他有什么事吗 打两三次我也会紧张 家里的人 对不对 万一他这边发生什么紧急事 没紧急事啦 他就啊 就是 他没有想到我在直播嘛 可能 今天忙啊 我都没有跟他联络 我的太太 在我的孙那边 好 我讲到那个 那个 吃白斩鸡 白斩鸡 有些白斩鸡 肉很好吃 有些白斩鸡肉不行 我们现在不谈 白斩鸡肉 我就谈白斩鸡 汤他们会给汤 对不对 我曾经吃过那个 白斩鸡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是 那个汤啊 那个汤啊 是放咸菜跟豆芽的 咸菜豆芽的 鸡骨熬出来的鸡汤 我会为了喝那个汤 去吃那个肉 我会为了吃那个 喝那个汤 去吃那个鸡饭 你明白吗 现在有些 有些鸡饭 他们那个汤 好像那个摆开水 放一点盐这样 你肉这个好吃的话 你汤不好 我就不会再去了 汤鸡饭跟汤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 这些有一点年纪的人 不可以没有汤 对不对 我再看一下 网友今天好像蛮多人加入的 谢谢你们 哎呀 春兄啊 你不要每次这样 什么时候 是不是把艺人打来叫你 不可以讲那么多 我没有骂政府啦 我只是酸政府罢了嘛 政府骂也不要紧啊 该骂的就要骂 做不好就下台嘛 就正简单嘛 我又没有说他们怎样 他们要做企业 我不认为是对的啊 什么都企业化 不好啊 其实你看啊 德士就好了 德士也企业化 每个人都 那些有一阵子 差点搞不好 那些德士司机 几乎是产当经营 你知道吗 当那个出租车 出现的时候 那些德士司机很可怜 我告诉你 这些可怜的事还在发生 只有那些德士司机 能够用那个手机的 智能手机的 能够熟悉手机 他在驾德士的 同时他也 参加那个出租车的 那个程序 我们叫出租车 如果发现那个价钱 太高的时候 我会转 叫standard taxi 根据车费 callin 就是 照过来的话 给多两块半 如果你是那样的德士 你可以 因为你驾德士比出租车好 你可以到处去载人嘛 你可以去等嘛 出租车只可以等 那个公司电造他 他才有胜利 他不能够去 去招揽客人的 所以德士司机 有一些反而好 后来他们争取到 但是不是每一个德士司机 懂得用手机的 那个智能手机的 有一些年纪大了 老了 你要他们学手机 我也是有提到手机的问题 你以为手机很容易用 很好用 照片来照片去 传来传去 传到没有一个礼拜 发现当机了 为什么容量不够 他只是买一个 8个 8个GP的 不够 16也不够 32也不够 现在64 我的是64 听说还有128的 不管你多大的容量 如果你每天就这样传传传 而且特别是那些影片 你那些WhatsApp来WhatsApp去 你没有去删掉的话 你没有从文件里面 夹里面找到那些平视 那些影片那些文件 你去删掉的话 总有一天 你的整个手机 就是所有的 你的东西都是 资料都是在里面 你不能够动 而且你要考虑到 那些老司机 年老的司机 他们眼睛 眼力也不好 反应也慢 你要他们一边驾车 一边看手机 也是很危险 而且你知道了 这些出租车 也不是很容易转 有些客人很过分 叫了出租车 你跟他讲 8分钟 去到那边 人没有在 或者要到的时候 他跟你cancel 我跟你讲 我每次坐出租车 我一定的 只有对方说 6分钟 5分钟 4分钟都好 我一定给他 一个回复 说 我在大牌 我家的 就是我家的大牌 前面等你 我在哪里等你 我一定告诉他的 我让他安心 有些8分钟 你看他8分钟 他从远远的地方 跑来载你 都不懂你到底 有没有在那边 你一告诉他的话 哇他多么开心 他说OK 上车他也很开心 跟你谈话 谈得好 当然有一些 是没有给你答复的 那些人已经 驾到好像行尸走肉了 你一坐上车 坐进去的时候 你看那个司机的态度 你就知道说 他到底是 心情是怎样 今天不好 你不要跟他多讲话 没啦 不担心啦 我们 这个 我怎么讲都不比 李林国厉害 李林国不是很厉害 他什么都骂了 骂到这么 整整有迟 也不见得他 他去什么 去喝咖啡 没事啦 我们 没有知道假新闻 我所讲的 刚才所讲的 每一句话 都不是凭空想象 做小贩的经历 做学校小贩的经历 家德士的经历 都是啦 我们都是辛苦过来 我当时 我当时 家德士 我们每 每一个礼拜 还是我忘了 都要去 ATM机器那边 ATM机器那边 把我们的 车柱 存进去 迟的话就要被罚 再迟的话就被拖车 对不对 我们每一天都是 Airman 要驾了超过 五六个小时 如果当时 我拿自己拿一辆 我要驾超过八小时 后来就比较聪明一点 找到一个 一个 一个人 一个司机 帮我驾 礼拜天 整个车柱 他帮我 帮我付 我就礼拜天 有着休息 然后 我 拜一到拜 拜五 晚上 因为我驾整天嘛 我从早上 六七点出车 到晚上 最多是七八点 我也回来 有时候驾十四 有时驾十二个小时 但是有一个马来 马来妇女 他们 包着那个白 白头巾的 应该是很虔诚的 回教徒 他跟我拿 从九点拿 他说 他只要驾到三点就可以了 九点到三点 其实晚上九点 驾到清晨三点 那时候我的车柱是 我记得 车柱大概是八十块 一天 我就给他 二十五块 本来要求三十的 他说二十五块 反正你都没有用 车放在那边 我想一想也是 反正都没有用 而且滴滴 他驾的也不多 然后他才跟我透露说 他们有一群这种 马来 马来妇女 回教徒 打扮得很干净 穿 带着白头 白头巾的 他们从 九点到三点 他们常常去 机场载 常常去一些购物中心 就是九点 拿了车 购物中心 十点 十一点 就结束 在那些 马来的 有钱人 可能他们是那些 购物中心里面的 那些店主 或者是 他们去购物的 那些 富翁 出国的 飞机 飞来飞去的 他们就在这些 少奶奶 这些马来 所谓马来家庭里面的 贵族 他跟我 后来跟我透露 我就说你每天 价这么少 他说价那些很好的 除了 给那个 根据那个 继承表的 费用给之外 他们还会打赏 小费给他们 因为安全嘛 对不对 所以他也能够生存 我也感谢这些 这群马来 包图经的 德式司机 一群人 他们说他们是 一群人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生活线上 也有马来人 真的是让我们尊重啊 至少他们是真正的 马来人 对不对 不是印度人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我租给马来人的 他就是马来人啦 如果我租给印度人 我也有租过 我的车曾经租给印度人 他是 他其实是一个 退休的警察来的 而且是非常健壮的 所以他就 退休后就替有钱人 当他的保镖监司机 他保镖监司机 他又跟我讲 他收入很好 但是他要我 我能不能够出租给他 我那时候没有晚班 没有人嘛 但是他也不要很多天 他不用拜几拜几 我忘了 一个礼拜好像拿两天到三天 那我就想也是好了 晚上交给他 他给我 那个一半的费用嘛 对吗 那我很开心啊 我从六点 我叫到 我大概五 大概他五点过后 他才拿车的 我知道 因为他其他老板做工也是五点上班嘛 所以我就去那边盖号在那边等他 从那个私人住宅区出来坐我的车 我都想 有时候我就查查一下 他到底 叫的很少了 到底搞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 车租给我哦 但是感觉上好像不是拿来做生意这样 后来我发现了 他应该是拿来偷情 他拿来偷情 也没有啦 没有揭穿他了 没有揭穿他了 然后 就告诉他我发现的一些东西了 那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那我也跟他讲 危险啊 我说你这样 因为我想很多的啊 车不是我的 我救给你 你发生这种事 万一对方的老公 我追上来 把这辆德式打 跟我砸到 稀里巴烂的 那我怎么办 我也不要有这种事情啊 或者 对方不知道里面的是谁啊 你车诊很 很高兴啊 白天把车交给我 我要去讨生活的 万一对方的老公 以为车里面的 那个人就是我 我不是死 当然不大可能啊 因为我跟他 我跟他这样解释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我是印度人呢 我说印度人不可以啊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高刷印度婆啊 所以他也 后来他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就是我不想继续租给他了 虽然钱很好赚哦 对不对 车租哪一半 但是又他又没有加多少 非常的 容易去 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告诉大家 生活真的不容易哦 我今天 我谈到现在才谈39分钟了 讲鬼故事好像比较紧张一点 可以讲很久 好了 我看我大概也是要停了啦 或许今天还有机会 晚上的时候 再跟大家 继续的直播 谢谢你们啊 今天的反应很不错 蛮多人 加入这个 可能因为时间 还不错 谢谢你们 我们有空再谈 总之 今天 所谈的课题 你们大概也知道 熟食中心一直这样 私人企业化 让那些小贩 感到痛苦 但是我们这些事客 也担心 他们的水准会 没有像过去的水准这样 而且因为成本 一直增加的话 材料也一直减少 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 也希望 有关当局真的 不要什么都企业化了 世界 有些东西是真的是不要 我总是觉得 有些人不能够进步 走慢一点 我们就陪他走嘛 为什么一定要逼他们 跑呢 走都走不来了 还要逼他跑 好了 就这样了 大家午安啦 拜拜